我常在跟學生說 我覺得莎士比亞為什麼把他當作一流劇作家 的原因是因為他38個作品裡面 其實沒有一個作品是原創的 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他聽到的 他看到的 然後他把他看到聽到的故事 然後用他的生花妙筆把它改編成劇本 然後我覺得他不管是大家很熟悉的 羅密爾茱莉葉或者是這一次的第十二頁 我覺得他的描繪那種對於愛情的一種憧憬 或者對愛情的一些想望 然後得不到 我覺得都就是愛情的面向 我覺得莎士比亞在他所有的劇本裡面 有關愛情的我覺得他都描述的非常非常好 接著在他本緣都經過的揚長小姐 我要丟下一個獎金書 愛妙充愛的語氣 經典在現代的一個扳演 它都是要有一個全新的一個詮釋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當代觀眾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原來莎士比亞的時空 然後移植到1930年代的老上海 設定我們的作曲柯志豪就認為說 那當時這樣的一個時代 剛好是爵士樂盛行的一個時代 我們這次演出現場 觀眾也可以看到哈管幫的爵士樂團 就直接在舞台上 我覺得這個音樂劇我自己蠻覺得蠻有成就的 就是我們讓130分鐘的戲 我們大概唱了110分鐘 就全劇大概有20首歌左右 然後音樂幾乎是貫穿整個戲 一來爵士音樂劇很少見到 二來是歌詞量這麼高的一齣音樂劇 然後演員其實在背歌詞就很辛苦 作曲的時候看到這麼長的歌詞 也創作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後最後我們都把它達到了 我覺得觀眾在看的時候 多過少都會想起自己曾經年少的時光 在追求愛情那種沒有理由的 然後盲目的這些東西 都可以在這齣戲看到 然後因為有音樂 有歌舞的襯托 我覺得在看這齣戲的時候 會覺得真的是看起來非常的爽快 有越來越好 要不然就不需要蓋這麼多劇場 絕對那只是說人才 我們就盡量去培養 然後其實比如說這樣做音樂劇來說 不管是創作的人才或表演的人才 其實好的創作人才跟表演的人才 其實都還是滿欠缺的 那這個是需要大家再繼續努力 因為我們國內沒有任何一個 大專院校有音樂劇戲所這樣子 所以這一方面是這樣 那我覺得環境的確 以前的演出不可能一個週末 有這麼多檔演出 以前在台北即使台北 一個週末有一兩檔演出 就已經了不起了 然後你看三十年來的變化 現在的週末那戲大家都看不完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好的 但是我覺得怎麼樣 培養更多的觀眾 明日的觀眾 我覺得這反而是 客不及緩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反而 因為我覺得觀眾的 觀眾那個pool還不夠大 所以變成是大家現在節目多了 做劇場的人多了 但是其實觀眾並沒有變得更多 所以就變成大家互相搶觀眾 所以現在是這個問題